话说楼市不景,例新发展零488和帝国集团的新盘将军澳南塘澳。 刚公布最新价单,其中有12伙砌价求售,减幅5%至14%,其中有10伙是真砌价,即减价后已低于去年初的定价水平。减价最多的是两房年天台特色户,实用面积634方尺,减足14%,星市特色户抢手跌市低层价保值。 楼市经验告诉我们,在星市时,特色户,又或是美景户如全海景,最为抢手,最快卖出,但在跌市时,低层,无景的,却跌得比较慢,教能保值,所以,上述的特色户减价最多。 再一次证实了者经验之谈,家因当日的特色户价最高,劈价时咪可以劈得最多咯,除了直接减价,南塘澳还增加全新优先入住1080天付款计划,提早成交更可最多获5%回赠,还有每户获赠10万元加私优惠。 不过,我更感兴趣的,却是究竟发展商有没有家用金级经纪呢? 毕竟,家用金级经纪,是速销的不易法门,纳米楼出现正购买力枯欠,其实,在近几年,楼市已经出现了皮贷,一就是纳米楼的出现,不管面积大小,这好比米价太贵的时候,人民买米,只能一小包一小包的买,这也证明了购买力的枯欠, 二是发展商提出的付款期和按揭优惠,这商等于增加了杠杆,三就是佣金的提高,现在5%至7%限限地,如果是特色大单位,还可以派置三成以上,如果没有这些优惠条款,我估计楼价早已倒了,不用等到现在。